实在,嘉靖帝洗脚的木盆一律用刚报好的松木板做成,既不许上漆也不许抹油,一只木盆只用一次,原因是嘉靖洗纹热水倒进松木时透出的木箱。 旅方私自约见严宗和徐杰,临走前做了两个部署,一个是让黄锦给嘉靖洗脚拖得越久越好,另一个是让陈红帮忙担着血,如果嘉靖问起来就只说赵真吉的内同奏折,那么这两个人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? 先来说黄锦,话说这嘉靖和所有男人一样,动辄21天不洗脚,但是真洗的时候还是非常讲究的,连洗脚盆都是私人定制,伴随着热水浸泡双脚,血液循环得到改善,整个人仿佛离仙境又近了一步,不过这脚盆嘉靖是制药第一泡的,没了木箱的脚盆就赏给宫里有职位的太监,好在太监够多,嘉靖洗脚也不勤,要不然这脚盆都不屑汗了。 要说嘉靖是蛮喜欢黄锦这小子的,打小进宫伺候皇上,一伺候就是几十年,从刚开始一个肉乎乎的小胖子,变成如今油腻腻的一个老胖子,会有些憨厚老实的劲头,而且真的和自己亲近,抱着二十多天没洗的脚丫子,哐哐一顿吻。 家靖自己也吻了一下,明明臭得不行,还问人家黄锦是什么味儿。 主子是鲜体,那自然是鲜味儿咯。 好奴才,你这张乔嘴。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捧臭脚,嘉靖也难得露出如此放松的状态,随即和黄锦开始闲扯。 古人说,腰蝉十万贯,齐贺下扬州,你们扬州有什么好啊? 这句腰蝉十万贯,齐贺下扬州,出自南北朝时期南梁的阴云小说,原文中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,说哥儿四个进京赶考,一不小心救了个老神仙。 老神仙呢,还是老套路,满足你们一人一个愿望。 家说我要去扬州当官,爷说我要数不清个钱财,并说我想嫁和生藤当个神仙。 最后的这位想了想,说我要腰蝉十万贯,齐贺上扬州。 一句话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全包含了,由此可见,扬州自古就是个非常让人向往的地方。 黄锦知道嘉靖这会儿心情不错,嘴上呢就没个把门的。 都说天子富有四海,可是像奴婢的老家,还有南京啊,杭州啊,苏州那些天堂般的地方, 主子万岁爷竟然连一处都没去,奴婢都替主子委屈。 这一会儿一处,嘉靖整个人沉默了,杭州那边到底是啥情况呀? 黄锦还想把话题岔开,可是岔不开了。 杭州那边最近有消息吗? 听说有赵真吉和谭伦,沈正碧昌和茂财的两份供词, 私里见正在归着呢。 两份供词有什么好规则的,谁在归着啊? 应该是陈红在归着。 原著中黄锦是不小心说漏了嘴, 但剧中黄锦的表演给人感觉好像是故意泄露的。 不管怎么样吧,李峰交代的这个任务其实挺难的,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,口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潜意识地表达。 黄锦捧的虽然是臭脚,但心里提着的是浙江的事, 嘉靖又何尝不是呢? 嘉靖的心理难道就没数吗? 自己的圣旨已经发下去了, 赵真心领会的如何呀?杨金水给我带回来没有啊? 是不是差不多该来消息了? 所以才会对杨州的事情极其敏感。 而黄锦的故作姿态和故作诱而言他, 更让嘉靖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 立刻把陈红叫来。 好了,黄锦的忠心尽到了, 接下来是陈红的私心。 不回话,那就不用回了,滚犊子吧。 奴婢这就回话,如是回主子的话, 只是望主子体谅老祖宗也是一片苦心。 谁的老祖宗? 谁家的老祖宗? 我大明朝只有太祖、成祖才是老祖宗! 陈红和黄锦的心态完全不一样, 黄锦的心思是帮吕方拖延时间, 而陈红作为私立间的二把手, 遇到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, 是绝对不可能放过的。 他的考量, 一个是要把家境的活拱起来越往越好, 另一个是要留几手, 万一皇上没怪罪吕方,或者责罚不轻不重, 自己也能给吕方有个交代。 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做的, 家境让黄锦把他叫来以后, 他就那么愧着一言不发, 这是明摆着告诉家境,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, 而是有人不让我说, 家境对陈红的尿性还是比较了解的, 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, 你给朕装个鸡毛神尘, 不说就滚犊子, 那怎么行? 真滚犊子了, 就说明自己是把吕方看得比皇上还重要, 就算皇上责罚了吕方, 也必不会再重用自己了, 而且明知道家境对老祖宗这个位称很是不满, 还偏偏装作无心的, 把主子和老祖宗一起说出来, 乍一听, 感觉家境和吕方还差着好几倍一样, 成功的激怒了家境, 第一个目标顺利达成, 尽管心里乐开了花, 但是面上却显得惊慌失措, 拼命的撕自己的嘴, 家境没工夫看他演戏, 让他赶紧说重点, 回主子万岁爷, 这将八百里加急递来几分供词, 吕方只让奴婢将谈论赵真吉的供词, 撑给主子, 还有海瑞, 王用吉审的那两份, 他自己带着去见严松和徐杰了, 好啊, 三个人联手瞒真了, 家境是真的生气了, 吕方瞒他是他最害怕的事情, 不过呀, 家境很快便冷静下来, 转头问陈宏, 吕方都叫你们怎么做, 一听吕方让他们把奏书发回去, 让赵真吉重神, 家境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 这样的奏书到了我手里, 我又能怎么办呢, 兴起大狱倒台严松, 杀掉年事番, 那谁给我捞钱, 谁帮我主持东南大局, 现在还不是时候, 好办法, 好办法, 就照他说的去做, 奴婢万万不敢, 朕叫你敢, 陈宏这会儿心里甭提多高兴了, 大功成了一半, 接下来只需要给吕方一个交代即可, 首先是甩锅黄姐, 开始是黄公公伺候主子, 不知为何主子问起了杭州的事, 叫儿子过去, 接着给自己开脱, 当然是照干爹吩咐会的话, 主子起了疑, 儿子长嘴发誓, 这才凭了主子的气, 故意把自己的商量出来, 吕方也不好说什么, 你们的差也不好当啊, 要说陈宏这种人其实非常的邪实, 虽然很多人一看到他就气得牙痒痒, 但是这个人的行为模式, 其实是非常同意的, 他对上能有多么心机恶于奉承, 对下就能有多么嚣张跋扈, 一致其事, 在他眼中, 没有什么平等友爱相敬如鞭, 有的只有权力之下的心狠手辣, 肆意妄为, 他更像是一头没有经过文明驯化的野兽, 觊觎着权力下无所忌惮的快感, 对下属的责罚, 对杨金水的折磨, 对百官的拷打, 都是那个猥琐胆怯灵魂的外在表达, 他不断地渴望权力, 甚至不惜破坏一切底线操守, 因为他知道, 作为一个无根之人, 如果失去权力, 他将一无所有, 你是跟了朕四十年的人了, 朕得万年几壤派别人去, 朕不放心, 把私立剑的事儿交给郑红, 你今天就去, 是让奴婢就去看看呢, 还是留在那里兼修工厂, 好些事儿都是你自己做了主算, 这还用问朕吗, 吕芳瞒着家境去见了严松和徐杰, 回来以后并不知道陈红已经显密, 还和平时一样, 若无其事地打造惊涉, 家境等了一会儿, 确认吕芳并不打算告诉自己, 就开始说话了, 修长生, 古来到底有谁是不死之神? 回主子, 原有彭祖, 尽有张真人, 彭祖不可信, 张真人活了一百二十岁, 突然没了踪迹, 找了两百年, 仍然没有找到, 接着话锋一转, 看来朕的万年吉壤得抓紧修了, 面对这么大的变故, 吕芳似乎并不觉得意外, 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, 吕芳就全明白了, 定是自己私会严松和徐杰的事儿, 皇上已经知道了, 仅跟着家境做了两道部署, 而传圣旨的人已经变成了陈红, 严松不是病了吗, 那就叫他回家养病去吧, 叫徐杰搬到内阁之房了, 就让他住在这里, 家境这三道命令下去, 三巨头直接全部起火, 吕芳被发配去休吉壤, 严松回家休息, 徐杰搬到职房, 等于被监控了起来, 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, 作为权力顶端的皇上, 必然是孤家寡人, 他最害怕的就是所有人联合起来骗自己, 而吕芳似会大臣这件事终究犯了大忌, 家境虽然懒, 但绝对不允许自己手中的权力被架空, 哪怕是出于好意, 哪怕是跟了自己四十年的老人, 这些东西和权力比起来, 简直是微不足道, 所以他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下方吕芳让陈红上位, 当然了, 这只是最表层的原因, 更重要的原因, 其实家境自己在后面也提到了, 就是朱元璋的那通话, 如果徐杰和严宗会作异, 因为吕芳是带着盛命去的, 他们就会想到皇上要动刀子, 那么也就必然会在应激之下, 做出一系列的反应, 而这些反应很可能会让已经动荡不安的局势, 更加雪上加霜, 从而过早地打破, 加进一手建立的平衡, 所以让吕芳去休吉攘, 也是在向外界表态, 这是对他的一种责罚, 同时也在展示自己的权威, 你们都别想背着我干事, 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, 吕芳为什么要瞒着他去见严宗许街呢, 是为了杨金水, 为了他自己, 还是为了我着想, 这些关键信息都卡在一个人身上, 那就是正在押回京城的杨金水, 杨金水什么时候押送回京, 回柱子, 每天按120里走, 要一个月才能押借到京, 每天多少个时辰, 十二个时辰就走一百二十里路吗, 奴婢这就派集地通报, 命他们日夜兼程, 一准在半个月内将杨金水压到京师, 那朕就闭关半个月, 杨金水什么时候压到, 你们什么时候奏朕出关, 掌你的印去吧, 燕是主子的, 奴婢哪里赶长, 奴婢一定替主子把印看好就是, 明白就好, 这一段真的非常精彩, 家境对于陈红的心态拿捏得非常到位, 他很明白陈红的那点小心思, 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他尝尝全力的甜头, 陈红兴奋的一路小跑, 像个孩子骗到了心爱的玩具, 想要掩饰却又忍不住炫耀, 家境呢也兴奋的翩翩起舞, 像个刚刚赢了围棋比赛的少年, 过度兴奋的大脑加上磕了些药, 身材意义中有些疯疯癫癫, 喜欢的具有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, 视野这里先行谢过了,